角逐玉里镇长宝座的现议会副议长潘岳霞在今天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潘岳霞他说玉里镇过去都没有看到进步 他肯托玉里相亲给他一个挥别过去改变现在的机会 让玉里越来越好 年底五合一选举玉里镇长分别有现任议会副议长潘岳霞和前镇长龚文俊登记参选 在潘岳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玉里镇过去都没有看见进步 他肯托玉里镇名能够给他一个挥别过去改变现在的机会 用微笑来倾听民意 行动来建设玉里镇的施政理念 玉霞真的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情意相提 现任副议长潘岳霞 夫婿是玉里镇老镇长潘富明 上一届首次挑战现议员选举就得到选民支持当选 并进一步成功角逐副议长 任内表现十分亮眼也深得玉里镇名的肯定 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11月26号 尽请大家能够支持 让玉里镇有机会来为大家服务 全心全力的为玉里镇的美好的院子来打拼 这次转换跑道挑战镇长大卫 怀抱热权以及为民服务的决心 要让玉里越来越好 努力争取机会来为地方相亲服务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